大家好 我們來看今天的趙孟輔 每日一字 這個錢字 生錢和錢 三點水右邊兩個歌 注意一下造型 我們前面有提過錢 班尼那個錢 造型就是差 一樣啦 但是我們再重複一遍 加強印象 三點水 可以說的寫法 雖然是斷掉還是有連貫感覺 最好寫成一個弧線 比較不會那麼呆板 歌呢 上面的當然比較小一點 然後一點 在下面當然長一點 然後這裡要補空 要拉得很長 那這點呢 已經沒位置當然點到外面了 這個樣子的歌 好 那再來呢稍微流暢一點 就類似趙孟輔這樣子 他把左邊的三點水 這裡已經連起來斜了 然後過來這個歌 撇 斷掉 勾起來這裡 然後再輕重 挑起來 那注意看這裡 這點有兩種 其實呢如果依照我看 它應該是這裡一點 然後這裡再回來 那有些當然是由上而下 如果說如果真的是這樣 我覺得會有一個弧線下來 所以這個應該這樣寫 那當然這是我個人的見解 也可以啦 比如說我們再看一次 稍微不要寫更流暢一點 那更流暢不一定就是要由上 像這樣點 不一定 也可以這樣倒過 都有 大家注意一下 好 那我們說開始做省略 這個上面呢 我們說主要的靠 辯論這個字 主要靠這個水部 跟下面的格 上面就省略掉 簡化啦 不是省略 我們看怎麼簡化 注意這裡變一個折恨下來 寫成一個七 記住 也就是說這樣這裡 不繞一圈了 直接折下來的意思 好 帶過來 那為了增加動感 這裡可以這樣子挑 兩點 好 然後呢 再來呢 可以更加省略 就是 可以一點就好 來我拿一下折 右邊可以做一點 右上角這一點 好 當然這左邊可以做更省略 這裡 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 就是弱化這邊了 好 記住 然後再來呢 就是 弱化到 我們說可以變成兩個 兩橫 這樣子 好 這裡 就變成一個橫化 好 變成 胳部比較重要 這變一個橫化 這也有 好 那乃至於呢 我們說變成 更 更 簡化的寫法 要注意 右邊 只要右邊 看到兩個 胳部的 都可以 簡化成 像寫的樣子 注意 這樣 像一個 布 好 但是 一開始 可以兩點 也有 剩下 一點 然後這裡 寫成這樣 像 像 寫成了寫 然後這裡只成一點 這是最省力的寫法 要留意一下